大家好 欢迎收看 股市罗宾看 股市罗宾 台股在上个礼拜五创下了17986的一个波段的新高之后 到今天已经连续三天呈现了开高走低 日K线的一个部分也出现了所谓的一个三连黑 那甚至于在今天拉回的过程里面 我们看还破了五日线以外 连十日线怎么样 十日线在今天的压回的过程里面都给跌破了 那我们看到其实这一波 家居宣指数从10月13号的一个低点 10月13号的一个低点 当时在16328一路上涨以来 基本上都没有跌破过十日线 而今天回撤到的十日线 到底这会不会是一个危机 甚至于我们看到 原本相对强势于集中市场的贵买市场 今天一根黑棒下来 也是开高走低之后 怎么样把昨天的这根红棒也给吞噬掉了 那到底这是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趋势反转的一个讯号 我们稍后会来做一个说明 那不过在今天拉回的过程里面 我们也看到了 不管是贵买市场也好 量怎么样 它并没有爆量 它是量缩的 另外在集中市场也好 在拉回的过程里面 我们也看到了 昨天跟今天连续两天量也缩下来了 所以如果说纯粹从价量的结构来看的话 这似乎怎么样 似乎也没有呈现背离的一个状况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筹码还算相对的一个安定 至于说今天为什么 整个加权指数会出现的超过百点的一个压回 盘中一度跌了153点 收盘还是跌了137点 为什么 其实不外乎怎么样 昨天的美股表现相对是比较疲弱的 跌多 涨少 那最主要怎么样 因为新的FED的主席已经出来了 当然也是延任 就是原本的鲍尔是续任 只不过鲍尔现在他有讲了 他在明年开始他要启动怎么样 启动升息循环 那其实对于明年的升息 大家有没有预期 本来就有预期 只不过现在又被讲出来 那大家心里头怎么样 难免又开始紧张了 其实你说现在有没有谁 有谁没有预期说明年会升息的 几乎都有的 以芝加哥商品市场的期货指数 我们FedWatch来看的话 认为明年会升息的 已经有75%的一个几率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市场其实原本它就已经有所预期 只不过老调重坎的一个情况之下 难免大家神经怎么样 又会紧绷下来 那大家为什么会那么怕升息 你想吧 现在这一波大家都说怎么样 它是一个资金行情 那如果这个资金行情 现在Fed要升息 升息就代表怎么样 它要把钱给收回去 因为过去我们说过减少购债 它只是减少购债 基本上购债它就是一个 所谓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宽松 它只是没有买那么多的 所谓的一个债券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它钱是慢慢的越放越少 可是基本上它还是在放钱 可是现在升息不一样 升息如果它开始启动升息循环的话 我们就资金面来讲 确实钱会被收回去 对不对 因为大家利息高了 那你不管你借钱的成本也高 大家就不接那么多钱了 所以很多钱相当部位的资金 怎么样 它就会被回收到银行体系 那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股市当然会比较 形成不利的一个影响 这是大家怎么样 刻板的印象 你说了对不对 看起来是没有错的 但是我们就实事求是了 对不对 如果说升息循环启动 在资金面是不利于股市的 那么照说只要一启动升息循环 照说股市应该会跌 对不对 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升息 只要讲说我未来要升息 就已经先跌了再说了 那如果说未来启动升息 照说会跌得更惨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说我们就从过去两次 哪两次 一次 2004年也是民国93年 当时6月FED怎么样 启动升息循环 而且那次不得了 那一次一口气怎么样 在三年的升息循环里面 FED居然升息了多少 4.25个percent 各位你知道 1percent就是4吗 他启动了 这个升息循环启动了三年又两个月 结果怎么样 结果升息了4码 这个17码了 就4个percent 再加上一个0.25 最等同事升了17码 但如果说升息的幅度这么的大 照说怎么样 照说你的股市应该要跌 那股市跌的美我们来看 我们刚讲 2004民国93年在哪里 这里 民国93年的5月 当时他启动升息循环 来 他6月启动 5月的低点 应该在5月的收盘 5月底的收盘在10188 后来这一波升息循环 一直延续到2007年的8月 来2007年 等于是民国的96年8月 我们来看98年的8月 96年的8月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里 升息的时候在这里 启动升息循环 我们这一波三年 这一波三年的时间 指数最高一度涨到14121 这个14121 从刚刚我们说的10188 涨到14121 你知道这一涨涨多少吗 这一涨涨了四成 这一涨 升息四个百分点 有没有 结果一涨涨了38.8% 涨了将近四成 这还是大盘 这是稻穷 如果大盘都能够涨40% 你想有多少股票 在这样的一波升息循环里面 它涨超过倍数 你认为有没有可能吗 大盘都能够涨40%了 那你说个股 涨个五成 涨个一倍 很奇怪吗 那你说那这是稻穷 那达克 你说现在升息 人家说对科技股 会形成比较大的压力 是没有错 因为科技股 基本上它是属于高成长 那一旦升息循环启动 对于这些所谓的高成长型的 确实就消息面上 或者题材面上 它是比较不利的 好 那我们一样 我们就实事求是 从上一次 2004年的这个升息循环里面 我们来看它到底科技股怎么样 刚刚看了稻穷 那我们现在看纳斯达克吧 来 一样 93年6月启动 我们看5月底的收盘在哪里 来 5月底的收盘 当时纳斯达克收在1986 收在1986 后来一口气启动 升息循环之后 一直到96年 是2007年的8月 有没有 来 这一波最高 纳斯达克涨到哪里 这9月 8月在这里 有没有 最高涨到2724 从当时 4月底 5月底的收盘 当时在1986 后来 在启动这3年的升息循环里面 它居然 一路的涨 不是对科技股比较不利吗 结果它还是一路涨 涨到哪 涨到2700 你取个整数 你大概算一下 你就知道 不到2000点 涨到超过2700点 这一涨 涨了多少 也是涨了将近三成 至少 你有看到它往下压回吗 没有错了 这个过程当然有一些震荡压回 可是你就趋势上来讲 有没有因为FED启动升息循环 所以整个趋势就被扭转 有没有 事实摆在眼前 我说过 看数据 看数据 看实际的事实 这是最清楚的 对不对 这是2004年的 到2007年那一波升息循环 好 那近那一波之后 到这一波升息启动之前 还有一次是从2015年 2015一直到什么时候 一直到2018 一样启动了三年的时间 那在这一波里面升息的幅度 小一点 只有2% 也就只有8 好那一样我们来看 2015等于民国104年 104年来 104年的什么时候 12月开始宣布 他要升息 好 那12月宣布升息 我们来看 104年的11月收盘在哪里 当时的纳斯达克 我们先看纳斯达克了 当时收盘在5108点 5108点 后来呢 来 一直到什么时候 一直到 一直到 2018 2018的12月 刚好整整三年的时间 2018也就是民国107年的 12月 你看 但是在这个过程 你看 他最高一度涨到哪里 一度涨到8133 一度涨到8133 从当时5000点涨到8000点 涨了多少 你自己算 有没有涨超过50% 道琼来 104年的11月 当时收盘在哪里 1万7 有没有 那后来涨到哪里 最高点甚至于涨到多少 涨到2万6 1万7 涨到2万6 涨了9000点 1万7 涨了9000点 有没有 也是超过50% 不是升息循环 不是升息循环 为什么还会涨 所以我说过 从这时机的例子 可以看得出来什么 大家都怕升息 好像一升息一讲出来 就跟当时 你看 金龙海啸一过 当时柏南客子要一讲说 我要停止量化宽松 我要停止Q1 二话不说 先跌再讲 还没有正式的启动 所谓的一个Q1的一个缩减 只要讲出来 它就开始跌 升息也是一样 因为Q1结束之后 就是升息 当时没有升息 没有Q1缩减之前 大家都怕 可是一旦 正式升息以后 就算Q1被缩减 有没有 还是在涨 所以就告诉你什么 短线会有波动 短线上面 因为你不敢怎么样 你台股 现在处在 是一个台股的 一个历史高点的附近 美股也是一样 你处在历史高位 当盘面上有一些利空出来 当然会让整个行情出现 比较大幅度的一个波动 但是我就从过去的历史来看的话 这个波动 它并不会扭转趋势 既然不会扭转趋势 这就来了 这就是重点了 既然不会扭转趋势 但是盘面会出现波动 当压回的时候怎么样 你要做什么动作 在这个时间点 你是要跟着大家 一味的看空 还是要趁着拉回怎么样 开始低阶 接下来 不管是本梦比的行情也好 不管是作战行情也好 又或者明年的圆圆行情也好 这些在接下来的行情 能够有机会大涨特涨的股票 你逢地来做一个承接 到底你该怎么做 休息一下 下个节奏回来 我们继续聊 欢迎回到现场 我想看看我们也从整个近期 FED可能有可能会启动 这个升息的一个状况 那把后续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个情况 也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一个结论 升息没有那么恐怖 对不对 短些或许会波动 但是趋势基本上 除非有新的利空 否则被扭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样的几率是不高的 那既然趋势被扭转的几率不高 那就告诉你一件事情 现在如果随着消息面的一个利空 出现的行情的一个波动 股价的一个压回 那是什么 那是买点 对不对 是不是该好好的把握 但是从这里又衍生到另外一个问题 我想如果说拉回是一个买点的话 大家也都会讲 反正拉回 拉回就逢低减便宜 对不对 大家最爱讲的逢低减便宜 但是我请问各位 逢低减便宜要不要钱 当然要钱 对不对 难道你买股票不用钱 钱哪里来 借钱 还是怎么样 还是自己印 我们家是中央印字场 我们自己印钞票 是吗 都不是 所以如果说你在低档 你未来拉回的时候 你想要逢低减便宜 又或者你要大买 接下来会大涨的股票 一个前提是怎么样 你要有钱 而这个钱哪里来 这个钱一定是你在高档 有出股票 你才有钱 对不对 我想盘面上有很多的分音 就只会告诉你 逢低减 逢低减 逢低减谁不会 问题用什么减 你没有钱你减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强调 现阶段的操作 你一定要懂得怎么样 你一定要懂得分段操作 尤其在现在轮动的 快速的过程里面 甚至于大盘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整理 甚至于出现压回的时候 你更不能忽略这样的一个节奏 这样的一个步骤 所以你看 上个礼拜 你们都知道 我们卖掉了2388的威胜 为什么 五天涨五根还不卖 要整理我就先出一趟 我买在六字头涨到超过一百块 我们在一百块钱全出光光 我怎么卖怎么大赚 对不对 你看到现在如果不卖 如果不卖 一个礼拜过去了 你有多赚吗 你没有多赚 反而怎么样 你原本赚到了兔围去的 今天威胜收盘多少 今天威胜收盘变八字头 我们会员都卖在一百多 不敢讲卖在最高一百零三块半 但是怎么样 基本上都卖在一百块附近 一百块以上 这是没有问题 除了威胜 我还卖掉了什么 还卖掉了3508的威素 威素更不用讲了 六天六根涨停板 有没有 光是六天都快涨了一倍了 我们在三十出头买进的股票 一路涨到接近六十块钱 最高到六十 我不敢讲我卖六十 但是你可以去乌温咖会员 至少也不卖在六十附近 更何况我们三十出头买的 不管你卖在五八也好 五九也好 六十也好 怎么卖怎么都是大赚 对不对 我们上个礼拜 是不是做这些动作 甚至于怎么样 童心店 这更不用说了 有没有 童心店来 我们什么时候买的 11月9号买的 来看一下童心店 11月9号 当时低点 269 一路涨上来 我不敢讲我卖在最高了 但是是不是 你的成本在这里 你在这边 就算今天 你才卖 你是不是一样大赚 有没有 更何况我们童心店做了几次了 上一次我们在10月19 哪里 是不是在这里 当时的低点更低了 235 我们在这里买进 后来在11月2号 你看 光是这一个多月 我们就来回做两趟 有没有 11月2号先出一趟 在哪里 在这里 有没有 11月2号 童心店先获利出清 有没有 这里买的股票 这里先出一趟 整理过后 重新买回 再涨一波 再出一趟 这个就是我说的分段操作 在卖掉的过程 你说我卖掉这个过程 那我就不看好童心店吗 不会 我还是看好童心店 我说过的 童心店现在 从原本的车用 现在多了一个题材 大家都说它是低轨卫星 有没有 其实我可以告诉各位 它不只有低轨卫星 它未来还有元宇宙 只是现在公司派 并没有这样讲 但是你就看着好了 你就看着好了 你就到后面 会不会出现 元宇宙的一个因素 我告诉你绝对会的 很简单 它做什么 它做感测原件 你元宇宙 你要进入到一个虚拟的世界 你不用感测吗 你想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就好 所以它是不是元宇宙的概念 这个已经是不言可遇了 好那不管怎么样 看好的股票依旧怎么样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也是做了两趟 对不对 那更不要讲 建汉有没有 来 建汉我们在昨天有没有 全数获利出清 建汉是低轨道卫星 有没有 我们在哪里买进的 11月4号 11月4号有没有 在这里买进之后 11月9号在这里再买 有没有 11月9号再买 买进低轨卫星的3062建汉 来 连续在它发动之前 连续两天买进 有没有 后来一口气涨到哪里 当时低点都在20出头 后来一口气涨到37.6 20出头的股票涨到37.65 创下破断了一个新高 短线要整理 你要不要卖一趟 当然卖一趟 不卖会怎样 不卖今天不又要拉回了吗 看好的股票 该出一趟就出一趟 甚至于今天怎么样 我们今天把光磊怎么样 也是大赚出清一半取股 光磊跟着我给你讲 我们在上个礼拜 11月18 11月19 连续两天买进 有没有 来 当时的低点都还在50出头 有没有 还没有发动之前 这个都是对时对价 不是涨停板 我带你去追 9点45分 或许你的老师喜欢带你追涨停 我不来这一套 9点45分是不是在这里 是不是还没有发动之前 你轻松买 后来当天立马赚了一根涨停板 而且你看当时你买的成本顶多就在51块52块 绝对不会高过53块 你在前一天买更低 因为我们连续买了两天 我们11月18就开始买了 对不对 有没有 我们11月18就开始买了 好 那不管怎么样 你当时51也好 52也好 你当时买进了光磊 到今天光磊出现多少 今天光磊 一口气已经涨到了66 你上个礼拜四礼拜五 50出头买的股票 今天涨到66块 而今天大盘出现的震荡 最重要的 当时光磊没人讲 现在光磊有没有一堆人告诉你 为什么 涨上来创新高的股票 大家就有兴趣的 还没有起涨以前的光磊 谁有兴趣 对不对 可是当时我是不是告诉你 第三代半导体 它有很强烈的 跟汉磊也好 跟加金也好 它的一个强烈的比价空间 为什么 因为两档都是100多块的 股票接近150块钱 不管汉磊不敢加金 可是获利一个0.31 前三季的 一个0.31 一个0.95 可是相较于前三季 已经赚了1.78的光磊 获利是他们至少一倍以上 股价却连他们一半都不到 你认为这合理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怎么样 当然就买光磊 也没让大家失望 一买进去以后 连续的几天的一个急奖 从当时50出头涨到今天66块 那一样 当大家都来了 我不喜欢跟人家臭热闹 我不喜欢一窝蜂的往人多的地方钻 如果说短线要整理的 而且大家一窝蜂的都往这里戳的话 那我怎么样 该出一趟 我就出一趟 对不对 所以你看今天 光磊原本还涨停板 后来一路跌下来 你看这一来一回 从原本涨停板打到盘下变黑盘 如果你不懂得先出一趟 不懂得分段操作 你光是今天这个价差 你光是今天这个价差 都超过一根停板 所以分段操作重不重要 好 那真正的重点是什么 真正的重点是我今天 包含昨天卖掉了健汉 包含今天卖掉的光磊 要干嘛 这就来了嘛 我是不是开始手中有钱了 当我手中有钱的时候 我接下来 我才能够滴阶嘛 否则我想滴阶谁不会啊 问题是你手中没钱 你滴什么阶啊 这个是我一再强调 好 那到底接下来 到底该怎么样 在震荡的过程里面 标的要锁定什么样的一个标的 又该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出手 当然这些答案都在我的心里面 好 那这些也不能够去猜 所以如果说对于接下来 不管现在逢低布局 又或者接下来选股的一个策略 你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都非常欢迎投资朋友 你就打一通电话进来 我说你看我的节目看这么久 如果说你不打一通电话进来询问一下 到底我实际的情况是什么 你也不清楚 所以在操作上面 有任何需要我们协助的 有任何在操作上面 或者在选股布局上面 有任何问题的 都欢迎随时跟我们做联系 我们明天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现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立则